这款球蟹真的就是又贵又难打 个人感觉这个包装上的参数应该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吧 这个球蟹纯属至上税 如果让我选一款球蟹从冬天打到夏天 那只能是它了 球蟹作为直接和羽毛球接触的部分 粗暴的理解就是越粗越硬越细越弹 但是光屏粗细和包装上的简单的标识 是很难挑到适合自己的球蟹的 所以在过去半年里面 我一共试了9款球蟹 将它们与我蟹在常用的66N作为对比 这期视频我将会从回弹、控制以及进攻 三个方面给出评价 帮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球蟹 以上球蟹均为当地专卖店的单条价格 如果你大盘购买的话 价格还可以更低一点 我们首先要聊的是两款非常热门的66蟹 66U和66N 这两款球蟹都是高弹蟹 但来自不同的品牌YY和胜利 所以它们的打感有相当大的区别 我们首先来说66U 0.65的蟹镜 非常细 所以打起来相当Q弹 在防守和推调的时候都相当省力 我非常喜欢它这种非常迅速的出球感 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 66U这款球蟹 它的棒数最好是大于或者等于26蟹比较好 因为我如果棒数太低的话 它就体现不出这种爽弹的快感 确实就是蟹镜太细了 下贴其实还好 但是冬贴的话打到单蟹去 十之八球都是一拍断蟹 所以我才会选择66N作为我最常用的球蟹 虽然它的蟹镜只有0.66 只比66U多了0.01毫米 但是就是因为这0.01毫米 它确实比66U要耐达很多 在冬天不会动不动就断蟹 与此同时它的价格也更加经济实惠 蟹镜变粗了相应的它的打感也会产生变化 我觉得它没有66U那样Q弹会稍微硬一点点 甚至说是稍微木一点 不过又不像80那样硬梦帮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耐打和高弹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一款入门神蟹 BG65 我相信绝大多数刚刚入门的球友都用过这款蟹 0.7的蟹镜确实非常非常耐打 而且它的价格还很低 相当经济了 不过它的出球的声音闷闷的 打感也木木的 除了耐打之外真的就没有任何特点了 不过这根蟹有一个特性 28磅为一个转折点 当磅数超过28磅之后 因为磅数越高 蟹拉得越紧就越细 所以就比低磅更加有弹性 不过因为我平时打的都是2627 65蟹拉到28磅之后 只会觉得相当硬又很闷 还是适应不了这根蟹 接下来这根蟹是65的同胞兄弟 65泰 这根蟹之前卖的挺火 因为是零单同款 它是在65上面加入了泰科技 说是会变得更硬 声音更好听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底子还是65的底子 甚至说会更难打 因为它的蟹变得更硬 对于发力的要求也更高 有人或许会喜欢 但对于我来说 多了十几块钱 还不如去换一根细蟹 80蟹 这可能是所有猛男都绕不开的一款球蟹 0.68的蟹进 弹 但不完全弹 我觉得80的弹是一种硬弹 因为在中场平抽以及且场挑球的时候 我觉得它比66系列更加费劲 但是在后场进攻的时候 就像是敲在了清脆的铁板上面 把球定下去一样 80P作为80的野生款 调性基本一样 而我感觉不出太多区别 个人感觉加了power之后 它会更加弹一点 没有那么硬 但有人会觉得它不如80那样干脆 值得一提的是 我觉得80P会比80更滑一点 容易走蟹 在意的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在三年之前 我还在打66U的时候 因为蟹太细经常断蟹 而且价格也挺高的 所以对大学生来说相当不友好 所以就拉蟹师给我推荐了一款蟹 哎呀 这个蟹真的是一言难尽 BG95 0.68的蟹镜 是一款耐打蟹 但有接骨一定的弹性 它的感觉就是很捏球鞋很闷 也不是说费劲啊打不动啊很难打啊 它就是单纯的出球很慢 这样很慢的话就很不灵活 除非你是喜欢拉掉多拍 靠四方球取胜 不然真的就没必要尝试这款球鞋了哈 如果不考虑耐打因素的话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球鞋就是它 BG AS 0.61卸镜 一个字 弹五个字 超级超级弹 能弹到什么地步呢 放圆网送一下就行了 如果是低收尾救球 你顶一下就OK了 它的后场反馈 虽然不如80那样硬 但是它的碟刹软压都很OK 掉球呢也很细腻 缺点就是重杀不太行 因为它实在太弹了 我在后场压不住球 鞋场呢 搓球也虚微有一点点乱弹的感觉 不过呢 它不耐打也是真的不耐打 最快的一次是赛前拉好线 第二场热身的时候就被拉断了 基本上就是打到单线去是必断的 6-3线 线进0.63 我觉得这款线做的相当成功 因为一般来说 高弹线很能做到又弹又硬 所以在后场下压的时候 没有那么干脆爽快 但是6-3的弹 它是介于AS和80之间的 既不是AS那种完全的Q弹 也不是80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而是二者结固 有一点点像高配版的66N 打感更加清晰爽快 唯一的确认就是 6-3确实有点太细了 不是很耐打 总结来说就是快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我们知道羽毛球拍有竖线和横线 两根线 如果两根线不同的话 就是叫做子母线 AB线 竖线0.67 横线0.61 一般来说想要操控好的球线就会捏球 没有那么弹 但是AB线处理得很好 它打感吃球 而且包裹感很强 但完全不会有95线那种捏力感 它的出球相当干脆 我尤其推介99 Pro搭配上AB线 再比平时多拉高一棒 因为68孔本身就吃球的特性配合上了AB线 控球进攻都相当完美 另外一款球线 ABBT 竖线0.72 横线0.61 它也是和AB线走的同样一个路子 吃球但不捏球 但由于它的竖线是0.72 这就意味着它会耐打很多 不过它打感会更捏一点而软一点 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AB那种干爽的出球感 如果非要给出我的推介的话 这三款耐打线里面 我还是最推荐65线 因为65泰的泰科技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有可无 又贵了十多块钱 完全没必要 而95线的确是会更弹一点 不过呢 这点弹性对于65的提升来说 真的是可有可无 还不如家里且直接买一根高弹线 所以综合来看 不管是耐打还是经济上 65线都是最好的选择 从高弹线里面做出选择的话 综合来看 我还是会推荐我的66N 因为高弹线最大的毛病就是太不耐打 而66N又是属于这里面最耐打的那一档次之一 而且66N的弹性也完全够用 再加上它的价格也比较实惠 所以日常使用是最为推荐的 其中最不推荐的还是AS线 尽管它的弹性真的超级超级好 但是你想想 你跟人家打打着比赛突然间卸断了 这个感觉其实是很差的 如果你是进攻学手的话 直接无脑选择80和80P 这两款蟹其实我并没有打出太多的区别 哪个顺手就用哪个 而另外两款高弹线 66U和63蟹 66U更偏向于控制 而63蟹在后场进攻更加吃香一点 怎么选的话就看个人的打法咯 两款子母线它们的表现都非常优秀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了 我个人感觉打起来的话 ABBT会更加偏向于控制 而且会耐打一点 而AB线出球会更加爽弹 更偏向于进攻 OK 这又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